地狱者慢慢地走到坚果面前 见到被插到木棍上的坚果贝塔就像失去了自己的爱人 他将自己的手下直接推到坚果面前供他砍尸 随后他又将坚果抱在怀中 贝塔跟着坚果的指引来到了一间屋内 在屋中他找到了一个留声机 贝塔将声音放到最大开始吸引旁边的走肉 看着走肉群慢慢逼近 他又回到屋内拿起了自己最爱的坚果 最终一刀将他送走 当他在开门来到外面的时候 自己的一半面具已经变成了阿尔法 没错,他的面具左面是末世前最爱的妻子 右面是末世后最爱的人 此时在山顶寨逃出的众人还没意识到危险即将降临 而尤金急于见到自己的梦中情人也告诉了众人他的存在 他觉得去找对方有可能会得到对抗低语者的朋友 见此希杰与尤梅子打算与尤金一路同行 而剩下的人留在原地等待其他人来这里集合 另一边的尼根回到了关亚利迪亚的墓屋 但刚进屋就被努哥制服 见此尼根急忙解释他已经干掉了阿尔法 并拿出面具让努哥不要激动 但是出于谨慎努哥还是让尼根带着自己去证实他没有说谎 但尼根不知道阿尔法的脑袋瓜已经被贝塔带走 见此尼根急忙解释 但不管尼根说什么努哥都不再相信 他准备将尼根就地正法 可突然旁边出现几个低语者 他们还不知道是尼根干掉了阿尔法 只知道阿尔法被人暗杀 所以他们现在将尼根视为阿尔法的继承者 见此尼根也笑出了声 如果是这样 那他将再次拥有一个军团 尼根直接恢复了以往嚣张的态度 并将副手的猎枪要了过来 还是那个熟悉的场景 尼根叫达里尔归在他面前 当努哥以为自己就此陨落之时 尼根居然直接将在场的所有低语者放倒 他带着努哥在原地度过了一夜 虽然尼根很喜欢这样 但他知道现在的自己该怎么做 最终他们准备赶回亚历山大 此时的尤金三人已来到了一座空城 但这座城市充满诡异 很多走肉都被乔装打扮 就像是人为制造的艺术品 细节还在嘲笑是什么样的人会这么无趣 但他们没想到这个人就在自己的眼前 见到活人女人异常兴奋 但下一秒女人却直接举枪对向几人 在安妮的帮助下 他们赶路的马受到惊吓转头就跑了 事后安妮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深表歉意 而且她听到了几人要赶路去另一个地方 因为自己很久都没有见过活人了 安妮很想有人陪伴 她知道城内有一个车库 为了让他们信任自己 安妮还将自己手中的枪交了出来 她带着几人穿过几个小树林后来到一片空地 但她上来后步伐就开始逐渐变形 细节觉得安妮可能只是见到他们兴奋 而此时前进的安妮被地上的尸体打断了思绪 她忘记了自己走到哪一步 因为这是一个雷区 一听这里是雷区几人直接精神紧绷 安妮为了证明自己不是在骗他们的 还贴心地给他们做了实验 随后她不断回忆记忆中的脚步 虽然这看起来很疯狂 但这也是他们唯一的出路 最终安妮迈出了自己的脚步 几人紧随其后 当离开雷区后由梅子正打算找安妮算长 尤金又发现了不对 她看到了之前在城市中的路牌 而且坚信这个目的地只需要几十分钟就可以到达 但安妮却带着他们在城市中转了一天